新開箱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帶大家開箱小米 先摸電動芽刷 我會看到它的包裝是這個樣子 非常環保 就是這樣子喔 它就有一個保護套 所以只要把保護套塞在那裡 就可以一顆就裝上去 懸口 會有一個懸口 這個按鈕對這個刷頭 等一下我們就按一下 真的會動 還可以變換速度 愛心 跟最強的 充電體最強 其實就很普通 就是一個電動牙刷 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用USB充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個UFO的顏頭 你可以旅行的時候就不用帶充電器 就可以直接插在你的電腦就可以充電 或者是用手機的充電器也是可以 所以這個 裡面並沒有 包裝裡面並沒有附送電壓器 這個電動牙刷比較特別之處 它是有送兩個色環 可以 我這邊有一個 綠色跟一個 藍色的色環 它就可以直接套在這邊 可以 做辨識這樣 電動牙刷比較特殊的地方 它可以做APP的控制 不是紙幣電動牙刷 這個是曲子 就是以後所有東西 都是可以跟手機APP 做連接的 那我們就來做這個 牙刷的APP的綁定 這個動作 其實就是下載這個 然後再加一下 它已經找到了 大家可以看到 它已經找到這個 手機了 它應該這個 所以這個 我們可以知道這個 牙刷它本身的藍牙 所以才可以 搜尋到 請在關機狀態長按3秒以上 那我們就照它的 關機狀態長按3秒 然後它已經找到了 百分之九十幾了 然後它已經找到百分之九十幾了 那個 那個 這樣你怎麼樣更換色環檔位 所以如果它 這邊的解釋說 如果底座如果是藍色 就要從那個 藍牙有連接 那如果是藍綠色 那如果是藍綠色 就表示有電 很正常 那如果是紅色 或橘色呼吸電量 就快沒電了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使用了 也就是說 它每天都會用我們 繼續刷牙的時間 如果哪天沒刷 它可能就會 那個 提醒 提醒 這邊還有一個 防止劍殺 設定呢 有一個劍殺十秒 就是說 先開機之後 將牙刷放入口 只要十秒之後 它只有開機 轉動 可以防止牙刷 讓牙膏亂移 可以亂飛 這樣 它有刷牙模式 有各種 刷牙時間的設定 比較特殊的功能開關 可以選擇 你要 蛇胎清潔 還是超感美 還是牙齦 固定 最後它就會跟那個 它說要做一個連結 把設定值存進去 但是防止劍殺十秒 這個我覺得可能沒什麼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先擠上牙膏 然後 才開機的 不會有人先開機再擠上牙膏 因為中間 時間 可能十秒鐘 是不夠的 可能三十秒 左右 比較可能 突然直接震動起來 牙膏還沒發到嘴巴裡面 就不知道 因為這樣也不好 所以它這還有一個 很特殊的 就是牙刷 刷頭剩餘甜素 可以知道牙刷刷頭剩餘甜素 比如說 該換 三個月換一次這樣 這邊有一個刷牙數據 那可以看到 就是說 刷牙多久 覆蓋率 均勻率 還有歷齒紀錄 這個了解牙菌斑 資料 我們來看一下牙咀了解 第一階段 牙菌斑會在 牙齒上面 現在一個磨狀物 最後呢 會生成酸性的沉澱物 然後第三步就會開始 代謝 就開始輕生的牙齒 牙齒 所以牙菌斑是很大的東西 那你還可以分享給朋友 我們現在來開機看一下 它的聲音就是很大聲 但是牙刷都是這樣子 很正常的 好 讓我關掉 還有韌體更新 還可以韌體 你牙刷已經變 物聯網了 IoT的一部分 還可以上傳 上傳的歷史紀錄 更新韌體 很少有牙刷可以更新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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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就是今天的開箱 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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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